小姑 小姑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哭什么 我还是你辜负的事吗 辜负这个事情 小姑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详细的给我们讲一下 我现在我都后悔了 你说当初 我为了跟他在一起 不顾你们的反对 对啊 当时家里面 都不希望你跟他在一起 他要能力没有能力 对啊 你说当初 他一穷200的时候 不都是我帮了他 为了跟他在一起 你说后来有了孩子 他外面有了人 我都没跟他计较 小姑你就别杀戏了 你知道现在 现在过分的是什么 昨天我公司的人跟我讲 说他现在竟然要把我的东西 都给他外面那个人 让我竟然出户 让你竟然出户 对吧 你说凭什么 这个东西这一年 都是我辛苦打拼下来的 他凭什么要给那个人 你每天为这个公司 找出满规的我都知道 既然事情我们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就去解决 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说他是不是太过分了 是 很过分 别生气了 小姑 没事 小姑 事情就要发生了 我们就一起去面对嘛 你就别杀戏了 你看身体重要 我们想一下什么解决 解决办法 好不好 小姑 我会永远陪着你呢 是啊 小姑 身体重要 别杀戏了 我会永远陪着你